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其實在昨天呢 也特別會見了越南的國會主席 那麼在這個會見時 跟大家說一下 那麼特別呢 也強調了要體現 同志加兄弟中越的情誼 中越兩國的情誼 那麼這一位王庭會主席 他代表越南方面呢 也仍然還是呢 是積極的要推動海上合作 跟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 這個是現在越南方面的態度 而在昨天其實我們還看到 就剛好呢 是跟馬英九是同一個飯店 這一個泰國的公主 她一向是支持中泰兩國的友好 非常的這個跟大陸方面 是很友好的一位泰國公主 那麼她又再一次的訪華 並且也跟大陸外長王毅見了面 那麼當然兩國呢 要持續要推動什麼 加強合作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在在的彰顯 就是大陸方面 其實現在要跟東盟國家 共同拼經濟 非常明確的立場 那尤其像賴老師 我也注意到的就是呢 在西部陸海新通道 這個其實是中國大陸 西部省份 跟東盟國家 共同打造出來的 一個陸海貿易新通道 那麼這個通道其實蠻重要 因為它有利用鐵公路海運等等的方式呢 要加速讓東盟國家 你看剛剛我們講的 除了像越南啦 還有泰國啦 他們有多少的水果啊 說現在可以用很好 越來越先進的冷鏈的技術 然後呢快速的把這些水果 一箱又一箱的運到中國大陸去銷售 那這個其實真的是讓這個 越南跟泰國在經濟方面 能夠獲得很多的提振 哇 現在才注意到說 原來有這麼一條快捷的這個通道 賴老師 我們一般來講 在南部的海域 我們都比較注意到的是廣東 對 香港 深圳等等對不對 對 其實廣西 它也有很大一片海域 廣西 因為海南島 我們線上不知道有沒有廣西的朋友 有的就加一 海南島不是剛好就分為廣東廣西 對不對 就在這兩片 其實廣西的海域也是蠻大的 蠻廣的 而且跟越南剛好也相接 陸海相連 那各位想 當中老鐵路暢通以後 泰國就很後悔了 就是說當初他怎麼會選擇跟日本 因為當初以為日本的新幹線 或是日本的高鐵會比較好 結果不但的一直加降 而且事實上到最後也做不出來 越南也後悔了 越南當初也選擇日本 而且跨海大橋還有跟日本合作 結果蓋一半以後就塌下來 所以越南也後悔了 對於泰國來講 它現在在陸地上的流連農產品 它是透過中老鐵路運 所以他現在希望說儘快的把中老 泰的鐵路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 然後現在馬來西亞的那條鐵路 他們也在考慮是不是要把 馬來西亞跟泰國要做對接 的這個問題 但只是說在南方裡面 有穆斯林的問題 所以馬來西亞這個部分 考慮多一點 這是安全的考量啦 對 考慮多一點 那這個部分因為對泰國來說 它南部也是穆斯林 那如果連結了以後 那泰國南部的穆斯林 會不會更傾向於馬來西亞 跟這個泰國的北部 中部北部反而更加脫離 所以你看他們糾結在那個地方 好 那我們先把它割一邊 但是呢 對泰國來講的話 它除了陸地上走中老鐵路 把東西往中國的廣西 這個地方運送以外 它如果也能夠走這個海運 或者是跟越南 越南也走海運 因為海運的運輸量大 而且它的由於它的路程 並不太遠 那這樣的情形下 運輸量這麼大的話 它走冷鏈 然後就直接在廣西 這個地方港口 就把東西卸下來了 然後透過中國的廣西的 交通的便捷往內陸運輸 這個是對於越南的經濟發展 是很大的好處 因為我們剛剛強調了 就是越南當初錯過了 它不加入一帶一路 那由於在過去不加入一帶一路 那使它本身在內地的交通建設 南北向沒有辦法走出來 那現在的情形 加入一帶一路以後 那我們可以先從海運來走 那如果先從海運走的話 那對越南的經濟發展 絕對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 王毅有先到廣西去考察 對那些口岸做一些考察 那也就是說如何能夠在中國跟東盟之間的 通關便捷這個部分 還有外交的合作這個部分 能夠再加速的話 那再把它推動下來 我覺得這個對於中國跟東南亞 這個半島的合作 我覺得會有加速的一個作用 對 其實說真的 這也蠻感慨的 當我們看到呢 這個是大陸是在積極建設 要發展經濟 大家互利共好 但是這個菲律 對 而且有數據為證 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海關的統計數據 像是剛剛我們在講廣西 在中國跟越南邊境的廣西 平翔友宜關口岸 那這裡呢就有很多像榴槤 波羅蜜 很多東南亞國家的水果 這是變成他們的重要貿易偷道 這個地方友宜關口岸呢 2023年進口的水果238.8億 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62.3% 足足增加了有2.6倍之多 那麼以今年的前兩個月份呢 這個年增率就已經達到了25.8% 所以一直在持續增加 快速的增加當中 這當然是我們非常樂見 而且是希望能夠持續進行的 但在此同時呢 我們在講那誰在搞破壞 難道是菲律賓嗎 菲律賓的農民恐怕也不想吧 但是菲律賓的政客 卻沒有在為他們設想 所以菲律賓呢就是一些少數人 他們把持著權力 然後呢在哪裡在搞事 就是在南海 那所以呢再補充一個資訊 大家最近應該也注意到 我們又要特別討論它 但是在後藤礁搞這個事情 又要想鬧鬧這個中國大陸 那你看到它在附近 我覺得很糟糕 它放的是有害的投放物 那這個東西呢它就是線 這線呢其實它的長度是有限制的 但是這個線你一擺下去呢 第一它會造成航行的危險 對 因為它會把你的螺旋槳攪起來 沒錯 第二它會破壞珊瑚礁的生態 因為它會把這個海水沖的時候 把珊瑚礁拉起來以後 因為它都有鉤子 它都有鉤子然後再用尼龍繩 所以它把珊瑚礁勾住以後 珊瑚礁的生存發展 就受到限制就會死亡 很快的 對 所以就是你在那邊鬧一鬧 鬧了以後然後那些東西呢 就把它丟在那個地方 也不是真的要捕魚 因為它遠離它的海岸線 一兩百海浬 它故意的那就是故意的 它破壞生態 破壞整個後藤礁的整個生態 是壞啊 所以啦 你要嘛 你就是應該是要放在 比較近的地方 真正為了捕魚 誰會這麼做 但是你故意放到 一兩百海浬以外 放得那麼遠 然後東西一扔不管了 然後你也不把它輕輕撈走 那這樣子的話 後面還有船隻要經過了的時候 豈不是會造成危險嗎 那你看美國是什麼態度 還有西方國家的那些 維護海洋生態的安全的 這些組織怎麼嘴巴都閉起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歐美人的這種雙重標準 坦白說我們亞洲人 已經越看越煩了 好 所以這個菲律賓總統 小馬可氏還在那裡要呼籲 中國要跟他們對話 那請問一下 那你在對話的時候 還在那裡鬧事 那這個對話是真心的嗎 好 就如同這次我們看到呢 這個美國的官員是財長葉倫 他來到中國大陸來訪問了 好 給大家來看一下這兩張照片 拼在一塊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照片 有沒有什麼玄機呢 當然有 有沒有什麼玄機 先看上面的這一張 美國財長葉倫拎著包包 然後呢 他就緩步的下了飛機 那麼走著走著 但是到了下面的這一張照片 往下一看 看到的是俄國的外長拉夫羅夫 其實他們在北京的時間 還有重疊著的呢 但是呢 你有沒有注意到 在它的背後 那個飛機的下面 這個要往下的樓梯 結果看到上面是有紅毯的 換句話說 一個有紅毯 一個沒紅毯 誰有紅毯 誰沒有紅毯 這是否也代表 中國大陸對美方 以及對俄方 是有不同的待遇呢 因為中國有明確的宣佈 這個拉夫羅夫是印王毅的邀請 所以是中國的客人 那是中國的客人 那當然就街機的時候的登機 跟的樓梯就有紅毯 那葉倫不是中國的客人 葉倫是美國官說 美國的拜登總統官說 說我的葉倫跟布林肯 可不可以去你中國大陸訪問 領導人通話 那中國就說歡迎啊 那就來吧 那來的話 那當然不是中國邀請的客人 那就是你要來 是你要來的 你要來 那我們就請便吧 那就請便吧 那就當然就不會有紅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中國大陸是有意的告訴葉倫 因為葉倫在講到 中美關係的時候 是說我們沒有要脫鉤 我們是要做好朋友的 我們要往合作的方向走了 可是呢你跟俄國的關係 這樣子的話 你會影響到我跟你的來往 中俄關係可以去左右 中美之間的關係 他就是要挑撥中俄關係 他的方法其實跟歐洲的做法 一模一樣 風德萊恩當初也玩過同樣一招 其實各位觀眾朋友 您想想 其實歐美人的玩法 其實就是那一百人一招 那一輪的意思也就是說 如果你改變了跟俄國的關係 我美國可以跟你好一點 好一點 其實他的目的是要挑撥 中俄之間的關係 因為中國如果真的改變了 然後跟俄國開始變成疏離了 然後美國也不會改善 跟俄國的關係 他挑撥成功了 所以中國大陸 這個五千年的大國 你們玩的這兩手 對我們來講是小兒科 好 那這個時候 中國要怎麼去處理呢 飛彈 飛彈 你來的時候 一個是客人 一個不是客人 那就讓拉夫羅夫 不可以感受到中國的溫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故意的 把時間跟你重疊 八號 九號 對 兩天我都跟你重疊 因為你九號要走了 對啊 八號他來 對 九號拉夫羅夫也要走 他是談兩天工作訪問 所以你在的時候他來了 你走的時候他也要走了 所以告訴葉倫說 你的挑撥不成功 中俄的關係更好 而且只得告訴你 美國中俄是會更好 會好上加好 美國你看得辦 你看得辦 那這個其實是 給美國釋放出明確的信息 也就是說你們的挑撥 不會影響中俄的關係 第二個呢 中俄也要告訴俄國人說 我們不會被美國人 挑撥成功 所以你不用擔心 我就是故意讓你們重疊 而且呢 如果雙方能夠在車隊上 擦身而過 那就是更好了 那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說 你美國想要孤立 俄國的做法是無效的 完全是失敗的 因為中國不會讓你美國 要孤立俄國的做法得逞 對 就是說 中國大陸其實呢 是不會讓俄國孤單 然後呢 這個門還是會為俄國而開 因為普京其實呢 在5月7號 在他就任了之後 也即將有訪華的計畫 所以很顯然 這次俄國的外長來到這邊呢 也是在為這個行程鋪墊 但是呢這個行程重疊 那就真的實在是太有趣了 本來呢這個賴老師 在家裡面還在講說 哎呀 這故意的故意的 結果說實在的 美國的媒體還蠻關注的 西方的媒體都很 在意這件事情 是的 你看他們是故意的嗎 當然是故意的 為什麼行程一定要把它 撞齊在一塊呢 但是這個賴老師剛剛講到了 美國的財長葉倫 其實他一向是非常的溫和 就算這次在談 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時 其實他的口氣 在很多媒體的分析裡面 我們看到呢 都視為是相對比較溫和的 儘管是對於中國大陸 有許多的一些 在貿易議題上面的指責 但是其實呢都還是在講 我們還是有艱難的對話啦 我們這個兩國 仍然呢是怎麼樣 要繼續的合作啦 美國並沒有要跟中國脫鉤啦 等等 那你看到 為什麼對話會艱難呢 中國從來沒有敵意啊 也沒有惡意啊 那為什麼會艱難呢 那是因為你葉倫 你們美國有敵意有惡意 那才會艱難嘛 不然我們中國人從來沒有 要跟你美國人吵架啊 哪來的艱難呢 所以艱難的對 艱難是你們自己製造的 所以解鈴還需濟鈴人嘛 你把它拆掉不就好了 對 對於中美關係呢 其實他的態度溫和 但是美國商業內幕 這個雜誌 這個媒體 他就觀察到的是 在談中俄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那態度就不一樣了 話就講得比較重 像財長葉倫呢 還特別警告 中俄大陸援助俄羅斯這件事情 說你不能提供國防方面的協助 否則你就要等著看 會有什麼 會有後果啦 那然後呢 這個甚至還有警告 就是說針對有做這樣的交易 交易不是要透過銀行嗎 然後就說那這些相關的銀行 你們也要注意哦 如果你有牽涉到 這些交易了的話 小心美國會採取什麼 制裁的手段 然後呢 甚至當然啦 這個美國的駐華大使伯恩斯 也趕快就是幫槍嘛 就說對於這個中國大陸 對於俄羅斯方面的這些援助呢 感到擔憂啊 感到擔憂 那但是呢 很顯然的 這個剛剛賴老師講到說 大陸怎麼會甩呢 大陸怎麼會受到你的威脅呢 結果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毛寧呢 就說到有關國家 不應抹黑中俄兩國的正常關係 那我就注意到說 他講到的是不應該去抹黑 中俄正常的國家關係 但是他卻只說有關國家 他不點名耶 這也是一種技術 一種外交方面很重要的 因為抹黑中俄的正常關係 不只美國 還包括歐盟 馮德萊恩等那些人 還有包括北約的這些人 所以確實是不只是美國 所以是有關的國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中國沒有給俄國 提供軍事物資的援助 同樣也沒有給烏克蘭 提供軍事物資的援助 因為中國大陸認為 這個戰爭是不應該發生的 但是應該要考慮到 各方的安全 那中國大陸是想當核勢老 所以雙方都不支持 不會向美國拉偏向 所以美國拉偏向 給烏克蘭軍事物資 然後事實上 並沒有解決戰爭的問題 只造成更多烏克蘭人的死亡 這個對於事情 一點解決的問題都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中國跟俄國的關係 就是要告訴你美國 大國的關係可以好成這樣 那你美國也可以跟中國大陸關係 好成這樣 你只要跟我們一起相同的方向 那我們就可以變成好朋友 你如果一直要對抗 要搞掉我 要遏制打壓我 然後我們兩邊的關係要好 那就不容易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在這一次中是特意的 就是給俄羅斯送軟 而且這一次很明顯的定調 就是工作訪問 所以會談很多普京要來的時候的 中俄之間的全面的關係 還有很多合作的領域的關係 全部都要談 這一次要談的東西好多 我看他們公布出來的大項目 我都覺得彼此之間 要把那個方向跟態度都談妥 這個時候普丁一來的時候 跟中國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一個會面 那雙方就可以把很多的事情都搞定 對 我現在在等著看 就布林肯到時候到中國大陸去 因為他要接著葉倫來啊 對啊 那是不是也沒有紅毯 如果是邀請訪問的話 就會有紅毯 那如果沒有邀請的話 就是你只要看到樓梯沒有紅毯 那就不是中國邀請的 不過這次談到 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 真的是很有意見 你看 葉倫走到哪裡 都一直在講說 中國賣東西太便宜了 太廉價了 中國什麼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是走到哪 就講到哪 到底是怎麼樣的產能過剩 你要講電動車 新能源車嗎 2023年中國新能源車 分別完成有958.7萬輛 跟它的產跟銷 分別有958.7萬 949.5萬 比去年同期 大概都是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幾 所以不到一千萬輛 不到不到 中國大陸有14億人口 然後新能源車出口 120.3萬輛 比去年有成長百分之七十七點六 全世界有七十億人 對 然後呢 我覺得最諷刺的是 美國自己也要發展 他們的新能源車啊 所以中國大陸發展 新能源車就知道太多了 美國都還沒有發展起來 所以就是什麼 就是不行 大概是這個意思 產能過剩 然後你知道廣東很厲害 它的新能源車 我去查了一下 它這個智慧生態廠 五十三秒鐘可以下線一輛車 不到一分鐘 然後我在想 葉倫這次不是去廣東嗎 對啊 那它是去看了一下 然後有沒有自己感覺很驚訝 很震撼是不是 我們在發展人工智能的時候 是用在生產製造 你美國在發展人工智能的時候 是用在聊天機器人 所以你是要解決 你們服務業 金融業的問題 我們是要解決 我們生產製造業的問題 所以中美的AI都是世界最頂端的兩國 但是中國把重點放在生產製造 你美國把它放在聊天機器人 我們現在生產製造發展成熟了 我們當然就有餘力 來發展聊天機器人 所以聊天機器人 中國大陸遲早會趕上 是啊 所以我就問 我也問問看我們線上的網友們 你們覺得中國大陸 所謂的這個產能過剩 那美國有沒有所謂的產能過剩 有啊 多啊 我隨便數都可以數很多 那我就開放 讓大家來這個造句一下好了 美國的什麼產能過剩呢 賴老師用講的啦 那你覺得 你覺得美國有什麼是叫產能過剩 有沒有啦 因為 沒心思 美元 美元就是產能過剩啊 你說印鈔票印太多 那鈔票印那麼多 第二個 美債也是產能過剩啊 為什麼 因為一直在發行 它一直在發行公債賣給全世界 這個也是產能過剩啊 還有就是它的那個牛肉 大豆也是產能過剩啊 為什麼 牛肉身產那麼多 然後一定要賣到海外去 然後它的大豆玉米也是產能過剩 它自己根本就吃不完啊 然後為什麼還要一直種 然後它這樣的話 大量賣的話會影響到巴西的生存 那影響到阿根廷的生存 都產能過剩 還有過去它的福特也產能過剩啊 福特汽車嘛 福特汽車以前底特利 美國的汽車也是產能過剩啊 賣到全世界去 還有一個叫iPhone也產能過剩啊 美國才一億多人口 iPhone生產那麼多 那也是產能過剩啊 所以美國的產能過剩很多耶 到處都是 還有龍蝦 龍蝦也 美國龍蝦也不夠 也美國人吃不完啊 也產能過剩賣到世界各國 把澳大利亞的龍蝦打倒啊 美國產能過剩很多耶 但是澳洲的政府會說 美國你的龍蝦產能過剩嗎 澳大利亞也產能過剩啊 它的紅酒也產能過剩啊 就要倒掉 葡萄汁都要剪掉 以前好像還好 它鐵礦石跟煤礦也產能過剩啊 澳洲的鐵礦石很多都是 中國買家給買走的 因為它產能過剩 因為它自己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啊 那它為什麼一直挖 可是你知道其實現在呢 我覺得大陸現在都在未雨籌繆 你知道 都想要說 哎 哪天你澳洲的鐵礦石 要麼就是不賣給中國大陸了 其實產能過剩還有一個最大的國家 怎麼樣 就是日本 為什麼 日本的汽車 Nissan啦 Toyota啦 HONDA啦 哇 日本才一億多人口 它生產製造全世界多少汽車啊 所以產能過剩最多的是日本 日本也是一個問題 韓國也有個產能過剩 半導體生產很多 它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嘛 它為什麼生產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只要生產多的 便宜的 有競爭力的 都叫產能過剩 那你美國先去告訴日本說 你本田 你這個豐田 你這個日產 你都不能夠這樣生產 化妝品也不能這樣生產 你自己根本都用不完 你還要那麼一直生產製造 那你要去告訴法國的名牌包 你也產能過剩 沒有 法國的名牌包 沒有產能過剩 還是很多人要搶著買 而且我剛剛也沒講完 我說那個澳洲的鐵礦石 現在你說如果不賣給中國大陸了的話 澳洲現在呢 我們不知道它接下來會怎麼做 小康日子嘛 不是 我就說 其實現在中國大陸的企業 自己畏與蟲 就說到阿爾及利亞 對 因為阿爾及利亞 其實那鐵礦石非常之多 所以就去那邊來這些的 要先解決它的交通運輸 所以他們現在要去 去弄這個基礎建設 因為這很重要 對 所以換言之就是 大陸也是都有一些應對 現在也開始佈局 真的啊 不難說 一天長都是你在卡中國啊 那中國大陸也要有一些 因應的作為嘛 可是你剛剛講到車 你知道 說實在 我們線上有好多網友 在寫小麥耶 大家都覺得小麥 深一度說 美國大豆肯定過剩了 JJY說 美國龍蝦 澳洲的龍蝦 都是產能過剩啊 所以呢 大家都覺得 有牛肝菌產能過剩是不是 真的啊 沒有 有人說 美國的嘴炮過剩 小麥翔 這個這樣說的 這真的實在是 真的是產能過剩 大家在集思廣益 集思廣益 不過說到了車 大家注意囉 這個華為要推新產品了 那麼除了一方面 大家就在等著看 這個華為的是不是P70吧 這個即將要推出 但是呢 另外還有就是 在這個新的這個智能車 對不對 智能車的部分 據說4月11號要辦這個 鴻蒙的春季溝通會 還要發佈個人電腦類的產品 智慧汽車啦 還有新款的電動汽車 智介S7 不過講到華為的車 華為的智能發展 現在被日本的車商給看上了 所以呢 現在這個 有汽車的分析專家 就已經預告說 華為已經確認是跟 日本的三大品牌之一 要共同來合作 包括豐田 本田和日產 而現在有報導就說 看起來可能跟東風日產 合作機率會是最高的 所以怎麼樣呢 那現在一直要打壓遏制 可是那是日本的企業 還是在為什麼 還是在為他們的這個產業前景 前景啊 前景著想啊 當然要啊 因為我們現在在考驗看 這個美國 因為當尼桑 假設跟華為合作 然後它邁到美國去的時候 美國可不可以用 國家安全的理由打壓 那這個時候 美日的關係是不是會產生變化 我覺得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嘛 所以華為沒有國家安全的問題 國家安全問題是美國人 自己製造出來的 對 中國的電動車為什麼了不起 為什麼厲害 我覺得歐洲的前商會的主席 他講的一句話最重要 他說 他說中國的電動車是人類間 過去從來沒有想過的 因為中國的電動車就像一個 有輪子的手機 有輪子的手機 很聰明的手機 很聰明的手機 我們現在人類啊 那個手機就是我們的圖書館 手機就是我們的所有的 情報訊息中心 我們想要知道什麼 想要吃什麼 想要去哪裡玩 想要幹什麼 想要辦政府的什麼事情 我們幾乎都靠著這個手機 各位中國人的聰明跟智慧 就是把這個手機裝上了輪子 好 我覺得這個形容 真的是非常的好 不過你看到現在歐洲的態度 現在其實在法國 他們也針對中國什麼 電動車的補貼展開調查 所以法國的官員 也跟大陸的商務部長王文濤 有對話 那麼王文濤也特別 在跟歐洲的官員來溝通 但是不僅是如此 那麼我就一直在想 我前兩天我還說 不會只去法國吧 跑這麼一趟 所以果然在4月11號 那麼還要到義大利 這個商務部長王文濤 也要跟義大利的官員 來展開對話 特別當然也就是會談到 電動車的問題 那他會在那邊待個兩天 我想在開會跟溝通 那麼都是希望能夠表達 中方的立場 這很清楚 不過說實在的啦 我覺得我們看到這些歐洲的官員 你說不論是法國啦還是德國啦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一直在不斷的 很喜歡說中國大陸的不是啊 這裡不好那裡不好的 可是呢 中國大陸發展出來的APP 或者中國大陸 所生產出來的商品 你們還是很愛用啊 所以最新我們看到這個TikTok TikTok呢 現在居然有誰去開帳號了 是德國總理肖茲 他就是8號這天開的帳號 然後呢 我今天稍早看的時候 好像追蹤的 就追蹤蕭茲的 我們看到這個影片啦 一開始你不知道那在幹嘛 然後看到一個包包 就放在那個沙發上 然後你還是不知道 那個到底是要幹嘛的 然後結果突然鏡頭一轉 突然看到那個蕭茲 然後就坐在那個椅子上 然後這影片就沒了 所以大家會重複的看 看到這個之外 這個是德國總理蕭茲 他是4月中旬要訪問 中國大陸去 帶著企業團 去三天 對然後8號開了一個TikTok 他現在是要向誰看齊 是要向艾爾蘭的總理嗎 還是那個現在流量 或者看起來比較受到歡迎的 法國總統馬克宏 馬克宏的TikTok 還蠻多人在看的 據說有400多萬份 據說 這蠻強大的 這個是那個艾爾蘭的總統 他當選跟這個也有關 因為他把年輕人征服了 他的TikTok做的也很棒 然後他有很多講他以前叛逆 然後他講他的弟弟 還是哥哥生了一些病 但是一直沒有得到社會的幫助 救助等等的 然後他當時就對這個社會 很多的不滿 那他就拉近了他跟年輕人 很多的聲音跟共鳴 我覺得他們都是很成功的 因為他們發現TikTok是一個好東西 是一個非常好的平臺 而且他們也發現 整個歐洲美國的世界 年輕人都不相信 那些傳統的媒體了 例如說像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等等的一堆 美國的這些傳統媒體 美國的年輕人不信任他們 不相信他們 他們覺得他們的報導都是假的 或是有很多是有偏見的 他們不愛看了 所以他們很多的新聞 都是從TikTok來的 對 訊息的來源 對 訊息的來源 而且他們覺得他們信任 他們相信TikTok給他們的 更多的訊息 然後他們年輕人的社群裡面 這個平臺中 他們彼此之間的一種互動 他們更喜歡 所以現在的政客為了要掌握 抓年輕人的選票 他們就紛紛的加入了TikTok 愛上TikTok 你看其實沒辦法為了選舉 為了政治的前途 為了年輕人的選票 為了年輕人的選票 就必須要選擇 這個TikTok 德國這次的選舉 16歲的孩子就可以投票了 所以難怪要趕快開 要趕快 因為他知道 絕大部分的德國年輕人 都在玩T動 對 對 對 但是我是建議 這個蕭茲總理 他還是要認真的做 他說他絕對不會跳舞的 他說他不會跳舞 沒關係所以他是坐在那個椅子上 但是呢 這樣不行啦 對 而且你閃姿勢 年輕人喜歡 你有點跟他們 拉近距離 有趣一點的 多去看一下那個馬克宏的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馬克宏真的是 守到守處 還會露胸毛 好 所以也謝謝大家了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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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銀行